发表了几篇不痛不痛的声明之后 林世民就暂时眼前细鼓不见踪影了 当然以林世民精明的性格 怎么可能就此认输呢 林世民童装公司的员工爆料称 老板又有新的动作了 也见国产品牌红杏尔克在这几天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林世民也想效仿 毕竟林世民自己也是做童装的 库存有大量的童装 林世民也是想把这些库存全部捐给灾区 其实林世民的童装公司早就人去楼空了 对于林世民来说 留着那么多的库存也是很难处理 最关键的是卖不上什么价 根据员工的说法 这些库存的价值在600万左右 与其就这么放着还真不如捐给灾区 当然林世民真要这么做了 大家还真不好骂他 毕竟很多群生在离开自己家园的时候 最多就带了些值钱的东西 衣服这些肯定没带多少 如今天气炎热 正是需要每天都换洗的时候 特别是小孩子 如果林世民真能捐的话 也算是好事一件了 但即便捐了 大家也不用对林世民的看法有什么特别的改观 因为谁都知道他是被迫的 只是想洗白而已 毕竟之前还成立了基金会 除了大家上千万的捐款 也没有见基金会捐什么钱出来 最后还不是落入了南方本人的腰包 最搞笑的是如果真捐了 这些物资也该算到朱小珍的名下 而不是林生兵 林生兵充其量就是个打工的而已 公司的实际控制人是朱小珍 想用前期的钱和物资给自己洗白 林生兵绝对能做得出来 如果我是林生兵 我一定会主动站出来辟谣 拿起法律武器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绝不能纵容任何的诋毁和污蔑 但事实是 林生兵虽然回应了很多质疑 但大部分的事情都受得含糊其词 毕中旧情 估计他自己也是怕说多的露出马脚吧 只不过林生兵肯定不会跑去国外的 毕竟国外人生地不熟 自己也不会英文去那里干嘛呢 如果真能靠捐款一事 洗白自己和乐而不为呢